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雷 如果你是Discount的频道,我是一个生活在日本 现在全职在家带宝宝的新手妈妈 最近日本的疫情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解 但是每天还是有一定人数的感染者的增长 而且要恢复到之前的正常生活还是需要一点时间的 作为普通家庭我们还要继续保持每天日常的消毒工作 不能够被这些稍微有所缓解的疫情给麻痹或者偷懒 最近正好看到日本知名电台NHK的一则关于疫情消息的内容 它的题目是 它是一个问号 意思就是说任何东西都可以用酒精消毒吗 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视频的一些主要的内容 让我们来了解 普及一下这个非常简单 但是又很容易被我们忽视这个消毒工作 让我们更好的正确的安全的做好消毒工作哦 那首先呢它给我们介绍了用酒精擦拭进行消毒不可以的一些东西 有哪些呢 那第一个呢就是涂漆的一些家具 一般呢我们说除非那种很高级这种原木的家具 它上面呢表面上是没有任何的涂层的 但是一般大多数家具呢 它表面都是为了保护这个家具 或者说是增加一些光泽度呢 它会涂藏一层漆 哪怕是有颜色或者说是没有颜色的这种透明的漆 这种东西呢不太适合用酒精消毒 因为你如果说用非常大量酒精进行擦拭的话呢 它表面上会有白点 或者说是有裂痕的产生有这个可能性 第二个呢就是皮质品 我们经常用的钱包啊背包啊以及衣服 那这些呢如果说经常用酒精去消毒的话呢 容易让这个皮质呢失去它的光泽 如果说进行大量的长期消毒呢 甚至呢有可能会破坏这个皮质 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现代人几乎人人都无法割舍的手机 那这个手机呢你不能够直接在上面直接喷酒精 你应该用一块非常软的布 然后呢用酒精呢喷在这个布上 然后呢进行揉搓 让这个酒精渗透到这个布里边 然后呢用这个布轻轻的擦拭手机的表面 或者说手机的背后 这样的话呢才能够更好地保持 保障你的这个手机的一个安全 还有那个它的不太容易遭到破坏 第四个呢可能对我们来说有些陌生 不属于正常的普通常识范围之内吧 我觉得那就是飞机舱内的一个窗户 这也是航空公司对我们大家的一个呼吁 在面对机舱朝内的一个窗户的这个面上 它图有一种化学物质叫做丙锡酸树脂 这种树脂呢它具有耐水 耐化学性以及保持表面光子的一个功能 那如果说你喷洒酒精之后呢 会让这个树脂呢产生裂化 导致一些破坏 那就失去了它的一个功能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注意 然后呢就是我们在多次用手 就是酒精消毒之后呢一定会变得非常非常干燥 那皮肤敏感呢甚至可能手的表面呢 会起一些红疹或者炎症 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在要养成消毒好之后呢 给自己的手呢涂上护手霜的这样的习惯 那可能有人会觉得非常油腻嘛 更容易粘到细菌或者灰尘 那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一些 比较干爽型的护手霜 或者说是涂好之后呢 立马就是那种素杆型的 就是那种在表面涂 会形成一种保护膜的这种 不是那种很油腻的这种护手霜 这个呢大家平时可以去多试 各种各样的护手霜 或者自己有熟悉的品牌 或者说是朋友用的比较好的呢 可以去选择这种护手霜 这样的话呢就比较适合 就是消毒之后涂 也方便你去之后呢去做其他事情 那最后一点就是大家都知道 酒精呢是一个非常容易引起着火的东西 所以说呢在火源的附近 大家千万不要用酒精去消毒 或者说你用手用酒精消好毒之后呢 也千万不要靠近这个火源 也会产生着火的可能性的 那这个呢是关乎到我们生命安全 大家一定要注意注意了 那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了 希望可以给到你们生活小常识方面的帮助 那如果喜欢今天的视频内容 记得给我点个赞啊 那我的频道会继续更新 更多有趣实用的话题 育儿话题啊 好分享啊 穿搭分享啊等等等等 如果喜欢我的风格 喜欢我的内容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啊 好最后祝你们身体健康 每天好心情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